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学习天台 要学习很多经论 哪些经论呢 现在还没开始,我可以稍微讲一下 在宋代以前天台中 很重视的就是 大品剥落经 大制度论 我等一下就跟你讲 现在讲好了 大品剥落经 大制度论 中论 这都是以剥落系为主的 但是他又要圆融的话 要以 华严经作为他别教的思想 涅槃经最后 趋向于第一异地涅槃 那他的钢骨结构当然就是 法花经 所以这些经论你都要非常熟悉 那么在断正位刺上面 所谓的断正位刺就是你修行的位阶啊 修行的位阶一步一步 调服烦恼断烦恼所正的果位 那这样子正果位的这个阶段 他又 又融合菩萨因若本业经 和 诚实论 还有 聚色论 这个聚色论又要分辨 他不是玄奘大师翻译的聚色论 是 分第三藏翻译的聚色论 好 除了这一些以外 这只是 智者大师部分的天台学 好 我可以讲一下 就是 光是在 光是在智者大师部分的天台学 就 就很多了 智者大师 天台中的发展阶段分三个 一个智者大师时期 再来呢 站兰大师时期 站兰大师时期 那他是什麼時代的人呢 朝代你也要記清楚 在魏晉南北朝的 宋齊良臣的臣和隋朝之際 在藍大師時期 那是什麼時候呢 唐玄宗以後 唐玄宗這時候 就是所謂唐明皇他 發生了安史之亂 那這個安史之亂就是 唐玄宗寵愛楊貴妃 楊貴妃寵愛安禄山 然後楊貴妃一直用他的 這個 娘家的親俗眷屬 不不不親戚 來做 來執政 像是 李林甫 對外妻 那那個 楊貴妃呢 他還有他哥哥楊國忠 李林甫 安禄山他們 就整個把唐朝 極盛到衰尾 這時候呢 在藍大師時期 唐玄宗之後 另外 支禮大師 支禮大師出生的 年代 是北宋 如果我沒記錯 北宋太宗 什麼時候過世 送仁宗 這時候呢 是 中國 思想史上的黃金時期 中國思想史 有三個還是四個黃金時期 第一個黃金時期是 先秦 九流十家 這個不用 不用操 聽我講就可以了 第二個時期是什麼 隨唐 唐朝 第三個時期就是北宋 宋代的文字 非常的強 不是文子 但他的武功 就是對外很弱 所以強幹弱之 他就是有見於當時唐朝 到後期各個 軍閥割據 就是藩政截渡史 所以他就 極度的中央集權 中央的進軍 進衛軍啊 就像我們總統府的那個 憲兵隊大概這樣 高達八十萬人 但是 邊防呢 很弱 邊防他那時候有好多的 強國 哪幾個強國呢 來 你說說 第一個契丹 第二個是什麼 西夏 再來呢 還有西藏 那時候土藩 契丹 那契丹人建立遼國 長久以來都是 都是 宋代的最強大的外患 對 沒錯 但是 遼國他也有隱憂 就是面對 東 東三省的女貞族 大概是那時候 大概是建州女貞吧 建州女貞 他女貞族也有分好多喔 有分 其中最強大的一隻叫建州女貞 建州女貞的完顏寺很強 像我們說的金 對 像我們說的金物族 他歷史上叫完顏中壁 壁是哪個壁 很強 喔不是這個 突然想起來了 完顏中壁 他年紀大了 記憶力有點衰退 他就是金物族 但是他每次都打輸月飛 所以在中國 思想史上 三個最 盛大的黃金時期 就是剛剛講的 第一個先秦 第二個是 唐代 第三個漢代 第三個宋朝 有人還說 明朝那時候 正和下西洋也很強 但是遠遠不及這三個 好 回到天台中 他有分這三個 另外 像天台中的經論組成 組合成天台中的經論 一共有哪些 天台中他是一個綜合性的 中派 他綜合了很多的經論 所以說他是第一 以 以什麼 法華經 妙法蓮華經 妙法蓮華經 為他的什麼 肛股 再來 第二 他以大制度論 他以大制度論 為什麼修行指南 第三個 好第三個 以大涅槃經 嗯 為什麼 就是 枝幹 在那個 在藍大師的指官毅力 他是說 這叫 扶書 扶書就是 有分 以一棵樹來說 有分 主幹和直幹 法華華經 法華經 等於 主幹 和他的根 大制度論修行指南 還有第四 就是 以大品剝弱經 大品剝弱經 為 修行的觀法 這是要修止觀法門喔 第五個 第五個 斷政未斥 剛剛有講過 以什麼經為主呢 陰落經 就 菩薩陰落本業經 還有呢 誠實論 還有呢 真諦義 啊 聚色論 為主 最後呢 隱正 其餘經論 真信 和鑄成 所以說 在 天台中它是一個綜合性的宗派 但我們可以從它 對於經論上面的結構 對於這個宗派形成 你看 法華經 大制度論 大涅槃經 其他 還很重視的是什麼 既然 既然你講到大品波落經 就要講到大制度論 講到大制度論 他們就要講到中論 就信空波落系統的 你看佔了這麼多 另外當然 他還有引證 其他的論點 像是 佛性論 還有 色大聖論 非玄障翻譯的色論 非玄障藏意 最重要的 他還有引了什麼經呢 華顏經 但是這時候的華顏經呢 是什麼 60卷華顏 不是 80卷華顏 所以天台中 他是一個綜合性的宗派 那你在 這些都是智者大師時期 乃至他的弟子 張安冠頂大師時期 你就要學得這麼多 好 到了湛蘭大師時期 他又更加添了 他要抗拒 抨擊其他宗派 那你其他宗派的經論 是不是也要熟悉 你才知道他抗拒什麼 他抨擊什麼 不然你不知道他在 抗拒、抨擊、破斥 就是 要顯出天台中的正義 要顯出天台中的正義 那要顯什麼 你也不清楚 最後到了 支禮大師時期 天台中由於 過去的戰亂 還有歷史上的賓貨 還有滅佛 天台中的典籍都不見了 那有哪些戰亂呢 來 我們從唐朝開始 有哪些戰亂 你說 第一個安死之亂 再來呢 經歷了 儒家思想的 極力的 抗拒 像是韓裕的 建營佛古表 在唐獻宗時期 唐獻宗是非常信佛 但是他到底是什麼 信佛動機 我不知道 他可能是想要藉著佛教 來打壓 道教儒家 這樣子 那他就把 韓裕 排放邊疆 韓裕做了兩篇文章 一個叫元道 一個叫元悔 罵佛教罵很兇 但是我考察 他是不是真的非常的排佛 不是 因為韓裕他還有很多 佛們的好朋友 那他為什麼這樣寫 如果你唐獻宗那麼要 引請佛的設立 為什麼不專注在國政上面 去求外在的這些 鬼神 滿天神佛都請到了 老百姓還是很苦 我想韓裕他要做的是這個事情 這個我也是贊成 因為佛教確實是 那時候有腐敗 好 除了安史之亂 儒家的 鬥爭 還有呢 唐武宗的滅佛 這個我就不寫上去了 最後一 唐武宗滅佛之後呢 還有牛里黨征 黨征之後 最後一舉將大唐帝國 擊毀的是什麼 皇朝之亂 唐朝就 滅亡了 就取而代之的是 五代十國 藩政割據 就是軍閥割據 我們看看歷史上有很多 非常驚人的重複點 大清帝國一旦滅亡 取而代之的 是不是中華民國 成立 然後呢 就變成一個輝煌的大一統江山 才不是呢 大清帝國一滅亡 接下來就是什麼 南北對抗 知道嗎 中國禁太子 第一任中華民國的 大總統 知道是誰 對 沒錯 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是誰 是孫中山 他在南京成立的 南京軍政府 後來就是 袁世凱他要稱帝嘛 撕毀臨時約法 所以才有護法戰爭嘛 就討援戰爭嘛 袁世凱一死 就他手下的這些 將軍們全部就開始軍閥割據了 那時候那一時期呢 中國禁太子非常亂 縫系 軟系 還有什麼 顛系 貴系的軍閥 到處都是啊 什麼第一次直奉戰爭 第二次直奉戰爭 打得亂七八糟 然後就軍閥割據 唐朝滅亡以後也是軍閥割據 形成五代十國 然後這時候天台終點擊幾乎通通不見了 在 南方 靠近江蘇浙江還有福建的北方 有一個小國叫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的國王叫什麼 錢 錢醋 他就是讀到 勇家禪中籍 還是 中進路 裡面的一句話 他不懂 他就去問 羅希益吉國師 還是德紹國師 我忘了齁 還是益吉我忘了 他說 這兩位其中一位他說 這是 法華玄義中的文字 那麼前處他就說 那 我想讀法華玄義 你看 國王想讀法華玄義 我們現在連出家人都不讀 結果 這兩位其中一位跟他說 中國現在沒有了 找不到 只有在 海東之地 我們要把他引請回來 海東 我們那時候 歷史上說的是高麗國 但我覺得也有日本 日本 日本叫東營 海東之地就是高麗 結果他們就組成了 教典奉還團 去這些地方收集天台 教典 有一位教典奉還使 高麗人 他就是著作天台釋教儀的大祖師帝官 他是高麗人 所以我在想 那時候的 高麗 天台中應該非常發展 但是反而現在 在韓國沒有人談天台 好 這時候 天台三大部五小部所有天台中的教典都引請回來 地觀大師還做天台視教 大家就開始學習研究 但是因為種種思想上的過去的紛爭紛衝擊 在宋代天台中形成了 三家派三外派 所以為什麼我能夠這麼收 因為 每一個字都是我打出來 我到現在都還 記得很清楚 十年前 大概也沒有人在做這一類論文 這十年當中我沒有看到 做這樣的論文 好 之後 北宋 王國 誰 誰把他打 打得王國 就金人 金人 女貞族 後來到南宋 天台中 就一路衰落 原本天台中的祖師們 是不講大聖起信 論楞嚴經這一戲 後來他們都開始講 到了明朝末年 融和 波洋戲和如來藏學的一位大師出現的 不知道是誰 智序 對就是偶藝 那我曾經在今年的天台中國際論文發表會上我就提出質疑 偶藝大師 到底是不是天台中人 我說我很懷疑啊 因為就思想脈絡上來看 天台中人是不講 起信論和楞嚴經等等 但是他大力提倡 此言一出 在座的所有學者都 嚇到 我說我講有道理啊 你們來反駁啊 沒有人敢講話 因為我們從這裡來看 天台中本來走的就不是 如來藏學的路線 他都是以 信空 剝弱 為主幹 這個你一定要牢記熟記 因為我還有另外一個根據 就是 天台中與起信論融會章 這個是 支禮大師寫的 他很不同意 起信論 融入天台中 而且他抨擊大聖起信論 只是 別教 不是原教的正宗 OK 所以這個是講天台中的教史 然後天台中就一路衰落 甚至到了明朝 天台中人已經不修子官 他們修什麼呢 他們長話頭 在 明朝末年有一位融進老法師 在民國初年地賢大師 他們教不教 他的學生們修子官 沒有 長話頭 就是說 修學子官法門 什麼是指什麼是官 什麼是思維修 什麼是智心一觸 甚至天台中的三指三官 沒有人教 都是長話頭 這是禪宗的 修行方式 那你說天台中不能拿來用 完全不能拿來用嗎 也不是 只是說那個時代 禪宗那時候那麼盛行 但是要記得 天台中就不是在昌話頭 就是修子官 但是修子官 他比昌話頭累很多 為什麼 你要學習這麼多經論 你還要學習戒律 但是我有問過廟禁長老 既然這樣我們就念佛啊 參話頭不是來得更加利索 他說那對整體的佛教 就沒有幫助向上的作用了 你參話頭 需不需要念什麼 經論啊 你磁名念佛至少還 還必須要學一下淨土五經一論吧 增加對淨土的信願心 那你參話頭呢 你說你參到的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 你開悟了 誰來作證 經論上怎麼證明你開悟 而且禪宗把這開悟的事情說得很玄啊 說必須悟過後的人來驗證你 是不是開悟 那我們佛菩薩阿羅漢聖人的語言文字我們都不信的 去信凡夫 給你 驗證 不是講錯了 不是凡夫 信開悟的人給你驗證 那他的驗證到底有沒有經論依據 你不知道 我聽了這句話 大有所悟 用盡長老講的針對 很多人 你看很多外道都是學禪出生的 禪宗了 不然就是 修秘法 最後都變外道 好 但是真正扎扎實實的 學戒律 慈戒 學經論 思維修 大家覺得太苦 不想學 那這樣佛教會危險 那金長老師這樣跟我解釋 好 這個是天台中的 教室 直到 地賢大師民國初年 才開始漸漸復興天台中 然後慢慢提倡修止觀 慢慢提倡學經論 學戒律 現在地賢大師這一脈 有兩大傳承 但是最大中的還是 是彈虛大師這一法系 因為他傳的法卷人多 寶敬大師這一系的 傳承的很少 大部分都是 彈虛大師 彈虛大師他是東北人 遼寧人 整個東三省 山東啊 幾乎 河北都是天台中的天下 幾乎都是天台中的寺院 聽以前 顯民長老說 他說彈虛大師在 東三省 跺一跺腳 那 就會地震 但是隨著 抗日戰爭 他非常委屈的 到了香港 創辦南華佛學院 再也沒有以前的盛況 彈虛大師 彈虛大師他是在 寧波關中獎市 學天台教 後來他就到 山東 成立戰三四 講天台教官 請洪一律師去 講比丘皆相表記 隨機結末 這樣子慢慢 拉起來 但是現在的 青島戰三四 也是金燦道場 很慘 然後彈虛大師 就在香港 孤獨的死去 但是 他留下的 幾位學生法子 在台灣 有發光發熱 我講一下 這個講完我們就下課 彈虛大師有幾個 法子 第一個 了一長老 還有呢 倒海律師 了一長老他傳了幾個法子 一個就是已經過世的 那個 誰呢 惠天長老 還有國慶律師 還在 還有呢 我們法杖大師 這最主要的 了一長老的法子 最著名的 那是天台中人 所以 所以 彈虛大師是44代 了一長老45代 惠天長老他們是46代 倒海律師是45代 那麼另外還有大陸的 那 寶靜大師這一戲傳下來的有誰呢 我們顯公 大師 顯明長老 他其實還有傳了很多 但是最有名的是這一隻 顯公長老他只傳三個法子 一個已經死了 叫絕光 香港佛教聯合會理事長 一個叫明光 現在還在 一個就是法杖 但是 有在紅天台教的 幾乎都沒有 所以天台中 還要 然後大力弘揚 在我們基金會呢 真正能講天台教的 也沒一兩個 我的法兄弟 他曾經開過 摩赫子官和法華懸議 講了三個月 他就講不下去了 因為不管文字 思想 典籍 都是絕難 很難 很難學 很難講 很難弘揚 好 這是天台中的教室 在一節課裡面 很提甲竊領的 講過去 而且最主要的思想主流 我也講了 好 迪捷克到這有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看講義喔 這個千萬不要說 就是你所學的 通通要 記起來 背起來 常常在 思考 對 這就是思維修 這就是指觀法門的觀法 不是像其他獎金的法師 一定要看書本看獎益 你一定要全部背起來 才可以 我看影城回憶錄喔 台序大師的自傳還有 顯公長老 他說他們以前在關中寺喔 我聽顯民長老的開示 他們以前在關中寺天台紅髮研究社學 天台教喔 不可以看書 書本 放在那裡 每個人都是合起來 就上課專心聽 不可以做筆記 你做筆記 兼學法師就來打你 那他們之後呢 是聽完這樣兩個鐘頭以後 知道 他講的段落在哪裡 回去再把筆記寫出來 那當然不是一個人就寫得好啊 那這個記憶點 那個記憶點大家會聯合 你記這邊我記那邊什麼什麼 然後最後大家把筆記匯集起來 這有點像我們念醫學院的 醫學院的共筆 醫學院上課全部都是講原文啊 講英文啊 elsewhere изнес 什麼 什麼 然後都是醫學專用名詞 那大家哪裡記得熟 那大家就各出其招不 現在是可以用什麼 以前沒有錄音筆啊 他們就錄影 還有什麼錄音帶 那回去呢 你錄這一段我錄這一段 然後這樣大家就不會累嘛 好然後回去就把這筆記騰出來 騰出來很快喔 那你知不知道醫學系一班他有多少人 150個人 然後全國的精英以台大醫學系來說 全國的精英 不管重考幾次的 都台大醫學系150個 50個以上是建宗 包含應屆和重考 應屆沒那麼厲害喔 應屆建宗一年才十幾個台大醫科 其他的三十幾個全部都重考 學長學弟像這樣弄 然後弄出一本共同筆記大家就讀這個 不然你根本來不及啊 每一科都這樣 尤其是到大五以上 都開始醫學專業科目 他們都大四開始就是 好關中四也是這樣弄 然後他們就說憑記憶把筆記寫出來 還不可以錄音錄影欸 那你看培養出來多少人才 那我們現在佛學院沒有人才 那並不是說古代的方式 將近七八十年前 古代的方式就一定好 但是也不是現在的方式就一定對 所以你真的是要認真下苦工 苦心鑽研苦學 我在圓光佛學院講 教官崗中的時候我幾乎不看書 我就把整個五十八教全史總圖畫出來 底下的學生都驚的呆了 我說你們專心學以後也可以這樣 以後也能這樣也會這樣 好大概是第一節課先講這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第二節課 我直接來講 這基門十廟裡面的魏廟到底什麼意思 講到內文 這個 我們先從天台中 他這裡請看 天台志的大師 以法華經 經題的妙 就講了三個月 他是解釋法華經 的題目 之後還要解釋法華經的內文 就天台中來說 法華經就是樹木的 就天台中的根本 從根本升起才開展足經 所以底下 讚蘭大師在指觀毅力中 天台中的 主要宗旨 剛剛都解釋過了 但是裡面還有加上我的 心得 法華為宗古 智論為指南 大品 大涅槃經是福書 大品為觀法 以天台中來說 有教有觀 教的重點在於法華智論 觀法重點在於 大品波羅 所以智者大師後來講 是 禪波羅蜜 刺底法門 就是以大制度論裡面的禪波羅蜜 為主 然後呢解釋 所以就是智者大師他在講大制度論的禪波羅蜜 那你在講大制度論的時候一定是要講到大品波羅蜜 所以這個才是天台中的重心 但是也不 廢於其他經論 引其他經論來做引證 那麼天台三大部中的法華懸疑文具 更是智者大師以法華為本做 做一個解釋經文懸疑和經文 經題的懸疑和經文的消文 所以天台中呢是 中國佛教成立的 這個指標性的第一個宗派 而最能代表中國佛教內涵的宗派 是禪宗 並不是三論也不是為世 更不是 曾言宗 那中國人 不是那麼喜歡繁複的 遺軌 精細精密的 什麼論證 明詞解說 中國人不喜歡 中國人喜歡的是 嚴簡易改 講一個方法 就能夠涵蓋全部 那天台中能夠 受到當時的歡迎 就是以原教思想為基本 好 這是我要剛開始講的 啊 那麼 法華經主要的 他三個主要的重點 或四個 第一個 宣說一切眾生都能成佛的 依佛聖思想 第二 給所有的 聲文 阿羅漢們授記未來能夠做佛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闡述諸法實相 以實如式為開展 在法華經 第二方便品裡面徹底展現 而 產生的 天台中的 基本思想 十介護具 百介千儒 一面三千 圓龍三地 都是圍繞這個 而開展 還有中論 中論 中論 空甲中三觀 圓龍 無礙 等等 所以這這裏呢 這有幾個 幾個重心 好 好 這是法華經的 基本思想 好 這個就可以關掉 那我們現在是要來講呢 在法華旋藝裡頭 在法華旋藝裡頭 我們現在是講到 基門石廟的 衛廟 這裏 那這個科文看到沒有 什麼是廟 以前講過 廟就是不可思議 什麼樣不可思議呢 什麼不可思議 第一修行不可思議 還有什麼是不可思議 我們看不可思議 妙就是不可思議對不對 所以不可思議的是哪些 不可思議是什麼意思來 不可以心思之 亦不可以言意之的意思 這個太 籠統了 就是不可以 不可啊 以凡夫之心 側渡聖人之思 側渡聖人之志 也不可以 用凡夫之言辭 言論 來側渡 來揣測 佛 菩薩 阿羅漢 有學位 無學位 聖人之志 這個稱為不可思不可議 那總瓜來說 這不可思不可議就是妙 那有哪些地方是成為妙的呢 那有哪些地方是成為妙的呢 在詳細一點講 佛菩薩覺悟的境界 斷獲正爭的果位 智慧神通道理 都不是凡夫所能夠理解思維 所以成為不可思議 就好像我們靜坐 是一念心能夠調伏啊 那我們這心裏面很平穩 很快樂 這種平靜的髮型 世俗的人能夠 了知嗎 能夠撤知嗎 你叫一個平常 都沒靜坐人 他認為什麼樣是能夠 安撫他的內心呢 把他去美術館看看書畫 看看雕像 他覺得他的內心就 就這樣 就受到貧富了 他覺得這樣就休息了 在佛法來說這根本就是 打閒岔 多此一句 他只是拿外面的東西來填補內心 但是真正內心的平靜 平時 法喜 是你要去除那些煩惱 去除這些妄念 才能達到真實的 平靜 法喜 這樣子 凡夫 一般人 豈能得知呢 所以這稱為不可思議 就好像我們出家人 為什麼會出家 對於沒有出家的人 他能夠 思維得到嗎 他能夠想得到嗎 我出家的時候 我指導教授碩士班 他說國家栽培你 我每個月給你 研究費 研究費 教育部津貼 我們實驗是給一個最多的 一個月一萬三 你不去好好的為國家 為社會貢獻上個班 你跑去出什麼家 我知道 我教授這樣說 我就說 那你要怎麼樣嗎 他說 你這樣是避不了業 我說 那就不要畢業啊 反正 年限到 我就是要去出家做賞 我老闆本來很火大 突然這樣泄氣 他怎麼你都勸不聽呢 我說好 賞你個學位 你滾吧 那時候他也正好做 國立大學的代理校長 正要升職 所以他 無暇來管我了 我們的想法 做法 一般人根本 無可想像 所以這個稱為不可思議 那這個 再講到這個廟 廟又是什麼意思 廟就是不可思議 但是在法華玄義裡面的廟 是怎樣說呢 我們看 就稱為 不可思議 絕代不能比較 那現在呢 我們說 這有 基門的十種不可思議 第一 禁廟 禁戒不可思議 第二 治廟 智慧不可思議 第三 修行 不可思議 第四 斷煩惱 正的果位 不可思議 好 我們是一直講到這 因為前面四個 最困難就是在魏廟 因為他要 講斷煩惱 正果位 所以我是以凡夫生之 余智 來側渡聖人之聖智 所以會講得特別累 而不是只有表面上把它消文 白話解釋 就完事了 你看絕法裡面的理 所以前面四個都是自己修行 的境界 後面六個就是度化眾生 你看前面 機門十廟 如果 以法華 旋意 他這麼 篇幅這麼大 但是機門十廟佔了三分之二 那你就知道 不只三分之二 五分之四 好 現在講 正果位不可思議 那還要 在講這個之前呢 還必須說明 法華經的宗旨是什麼 一切眾生 都要能成佛 所以說呢 小智 畜生到的 那麼微小的 蒼蠅 螞蟻 絕絕 推奮蟲 金龜子 未來都能成佛 地獄到 甚至無間地獄裡面的眾生 未來也能成佛 佛性不斷 這才能符合涅槃經講的吧 是不是 產堤都有佛性 產堤能夠成佛 然後呢 不管 下余 乃至上智 上智 上智是什麼 菩薩 原覺 神文 天道 阿修羅 人道眾生 最後都能成佛 但是 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必須一步一步的 斷煩惱 正果位 而且你正果位之後 要不要在原地踏步停留 好 好 好比說 你現在國小 六年級畢業了 啊 我覺得夠了夠了 好不要再往上念了 對不對 王永慶也只是國小畢業吧 他能夠做一代富豪 是不是 問題 你是不是王永慶的料啊 那如果你不是 讀書呢 見網之來增加經驗知識 都是在書本裡頭 你不學 那該怎麼的呢 尤其以出家人來說 要修行 必須讀書 你書讀的不多 修行就是不夠 不是說你參話頭 開悟之後 啊 你說我就正到父母未生前 本來面目 我所說的話 跟三世諸佛 黃面老子 都講的一樣 我講出來就佛法 這對嗎 你只有根本志沒有後德志 你不能度眾生啊 所以你即便 好 以你是出國聖人 難道你一直停留在出國的國位嗎 你小學畢業的不再往前念嗎 還有國中啊 還有高中啊 還有大學啊 起碼念到大學 差不多 修行可不是這樣 正而出國 好以後就七番生死 我就阿羅漢 那麼容易哦 七番生死有容易的 有艱苦的 有困難的 那你都已經正到出國了 為什麼不加工用心 再往前進呢 所以你要不要只停留在出國上面 就繼續往二國三國四國阿羅漢 然後到 法身大四位 實信實住實行實回向 一直到原成佛國 是不是就完事了呢 根據法華經來說完全不是這樣 你必須不斷的怎麼樣 即便正成佛國 還不斷的要降本垂機來度化眾生 這樣子的生生不息 這樣子的精進不移 才是法華經的宗旨阿 所以魏妙他就會講到 要廢除過去所修所證 要往前進這回事 所以魏妙裡面呢 他有好幾個 好幾個段落 來我們看 魏就是修行所經歷的 正果的魏賜 依華嚴經所判 實住實行實回向實地 以行妙故 所證之為意妙 不可思議 這裡面有講什麼是實住實行實回向實地 但是他只是把 名詞列出來 那這真正講魏妙 好現在我們要講魏妙這裡 在 沈海燕這個人呢 他寫的博士論文 法華懸疑的哲學 他裡面就有講到 什麼是魏妙 其實這都我以前講過了 只是 因為你 我再重新 給大家瀏覽一下 魏妙 是什麼 這個難度開始來了哈 看得到嗎 會不會太小字 再大致一點 在魏妙之前 有靜妙 智妙 行妙說明 畫法是叫 葬通別緣各聖 對佛所說啊 理解不同 導致 其啊 真什麼 真理觀 真理觀 智慧觀的不同 所以呢 所行的實踐 有所差別 解脫的果位 也有差異 在這部分 在 智者大師 講魏妙 他能夠啊 條理分析 將不同聖之修行果位 全面反應 肯定各聖 不同的解脫功能 又為修行者指明究竟成佛的方向 而佛教整個修行解脫的體系啊 在於智者大師對於晉 這是真理 對於智 依晉而修的智慧 然後實踐 中呢 闡迫無疑 所以呢 智者大師的果 所修行 斷獲正果的果位啊 是對真理智慧實踐的一個總結 就對於靜妙智妙和行妙的總結 換言之 既然是四教對於真理的理解不同 而有四類智慧 四種實踐 那麼四教的人所得的果位當然有所差異喔 所以智者大師將這些所證果位的人的根性啊 性格啊 或者這個種類分成三草二木 那三草 小藥草 中藥草 上藥草 小藥草代表的是人天聖 中藥草是 聲文元訣聖 上藥草三藏教菩薩 小數位通教菩薩 通教三聖啊 大數 別教博 別教菩薩 別教菩薩 原教呢 原教為賜 從 實信實助 實行實回 向實地 等絕 對 所以他加上分為 有這樣子的修行位次 還有呢 修行者的根性 好這些小藥草 快速念過去啊 小藥草 中藥草啊 小藥草代表的是人天聖 守五戒十善就可以獲得人天位 人聖位 五戒十善啊 人聖天聖啊 講過了 再來 天聖還有說六品 有御戒六天 還有呢 御戒有六天 六成天啊 還有呢 四禪天 出禪二禪三禪四禪 還有呢 四空天 到最高的飛翔飛翔處 所以天一共有分三成 我們說的 一般來說的 像玉皇大帝 他是屬於 哪一層天 好 你先講 講完我再說 蛤 好你再講 好我說齁 玉皇大帝是中國文化的概念 而 印度佛教 或是印度 他們 這樣的概念 不要跟中國文化 相 相混合 在道教裡面講 玉皇大帝 是修行很好的 他們對於天的概念 跟佛教也不一樣 甚至他們道教三清 是在於說 他們已經 解脫三界 在最高層的 大赤天上 但舊佛教 我們常常就會去把它 做類比 說 三清道主 大概是位居四禪天 其實是不能這樣畫 不能這樣類比 一個是中國文化 一個是印度文化 但是他們有交集的地方 有沒有 有 有交集的地方 就在 人天聖這裡 好那我們就先 以印度文化這樣來說 天界 有三層 玉界天 色界天 無色界天 然後一層一層 來說 這是人天聖 再來呢 這是屬於小數位 對不對 這是屬於小藥草 對不對 要記得哈 給你複習一下 三種草是哪 三種草 小藥草 中藥草 上藥草 小藥草指的是什麼 人天聖 中藥草呢 聲文圓絕二聖 上藥草呢 上藥草呢 這個是這樣啊 要會背要會記 上藥草三藏教菩薩位 小數位 小數位 通教菩薩三聖 大數位 別教菩薩 原教 是最 最 最實相 最實相 的 的果位 剛剛我們把小藥草為人天聖講了 中藥草就是呢 就是聲文聖元絕聖 聲文聖分四果 對不對 哪四果 出果虛陀環 二果 絲陀 三果 阿納 四果 阿羅漢 這其中又有二果項三果項到四果項 所謂二果項就是出果到二果之間的中間結位 但是他 實際上的斷正位次是在出果 那以斷煩惱 扶煩惱來說 他項於二果到真正斷了哪些煩惱 他就真正到達二果 所以你現在要聽清楚 我們現在講的這些正果位的位次 都是以扶斷煩惱為主 既然你已經扶或斷哪一些的煩惱 就必須在加工用型往前進 不能在這個位置上停留 以我們現在來說 想要修行 想要學習深奧的佛法思維修 在加可能嗎 很難 不是說不可能 很不容易 出加可以嗎 也不容易 但是比起在加還是有點機會 但是必須有好的生團 好的 宗旨 好的教育 你必須先自度 而後再能度人 法華學意裡面就是這樣講 在前面寺廟裡面 佔了五分之四的篇幅 這就是說明要自修啊 後面五分之一 你能夠自己修行 斷獲正果 神通妙用出來 度化眾生才能 四倍功半 但我們只是會這幾套 我們沒有辦法像觀世音菩薩 千手千眼萬手萬眼 千觸祈求千觸印對不對 他能夠 以什麽生得度者極限什麽生而畏說法 這是普門品裡面 有沒有讀過 有沒有閱讀過 所以因以 因以什麽 何生得度者極限何生而畏說法 對不對 所以這樣套用 因以天大將軍生得度者極限天大將軍生而畏說法 因以什麽 菩薩生得度者極限菩薩生而畏說法 對不對 這是普門品裡面講的 好 因以文子生得度者 是不是他極限文子生而畏說法 是啊 觀世音菩薩就是這樣子啊 這裡面有很深奧的哲學理論 這個叫做什麽 一念三千 好 那你修行到這個地步 就必須繼續往前進 而不在原地踏步 所以這裏呢 他這邊 再來就講生文聖元絕聖啊 那小藥草味他還裏面講這麽多 有人主味有天聖味 金銀銅鐵倫王啊 金銀銅鐵 什麽是金倫王什麽是銀倫王 知不知道 好沒關係這些不重要 你只要知道 不管你金銀銅鐵 這些倫王 轉倫聖王等等 這都是在人道 他有殊聖的什麽 資源 眷屬 軍隊 財寶 是這樣 那在天上呢 有玉界天 有色界天 有無色界天 這是天聖 這是 小藥草味 所以講一個冷笑話 我想金銅的金倫法王 大概就是從這裏來 他大概有讀法華懸議吧 我猜啊 但是金銅的小說 很大幅度的都是在污衊佛教跟道教 你有沒有讀過 他在污衊佛教和道教 你知道嗎 一如射雕英雄傳的全真七子 乃至全真教裡面影制平照至經 他污衊道教北中 佛教呢 虛逐天龍八部 他破戒持婚 然後揪魔制 他污衊西藏佛教 所以 小說佳妍有時候 他在造惡業 他不知道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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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不好寫啊 你要拿佛教道教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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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文聖,有所謂的 這個什麼,七賢七聖位 七賢位指的是什麼 講這個太慢 給你看這個 天台誓教斷正位次比教表 一次就 跨嘎和禮禮 然後要把它背起來 什麼是七賢位 外凡三之良位 內凡四善根位 還沒有入 出國聖人 所以這稱為七賢位 而且這七賢位都是要修行的 在前面 外凡三之兩位 修五庭新冠 四念處 別項念處就是四念處各別而修 總項念處就是修一個裡面包含三個 所以這次外凡三之兩位 三賢 依據五庭新冠 四念處 而修行的境界 位次就是暖頂冷式第一法 這時候 這時候呢 是賢位 已經不是普通的凡夫了 但是還是不是聖人 還不是 必須在頂位 必須在頂位的時候 修行人法 而站在山頂 有各種境界考驗 這樣子堅持住 然後忍耐 然後忍耐 修行人法 這樣子呢 你 修行夠久的 下一叉挪 一叉挪之間 到達四第一法 再一叉挪之間 斷御界一切見獲 正得出國 修陀環 他是這麼奇妙 這在法華學義裡面就說 只有從頂位 往下墮 不是從 人位 往下墮 也不是四第一法 到達出國才是真正聖人 所以聖文聖 七賢七聖位是這樣 前面七賢位講過 9點25文 後面七聖位是哪七聖 就是我說的初二三四國到 二國項三國項四國項 這稱為七聖 到最後阿羅漢國就是五學位 這是七賢七聖 這是什麼 中藥巢 還有上藥巢 那我們 好吧 下周再講 好今天講到這有沒有 困難有沒有問題 好都還沒講到原文 我給你看一下原文 來這一段 又廢智更修智 不廢智更修智 廢智不修智 不廢智不修智 什麼是廢智更修智 三藏教菩薩 廢智更修無聲之智 雲何不廢智更修智 住果身文不廢智 遠復攸觀學無聲智 實不用巧智斷解也 又次第喜者是 是也 雲何不廢智不修智 亦是住果身文 身滅度想不肯修大也 如四弟子靈解雲 我习身體皮屑 但念空無相無怨 於菩薩法都無怨樂之初者是也 即更逗後緣者是也 雲何廢智不修智 廢三藏智菩薩 退為諸惡者是也 亦是廢智已 秘錄頓中不修方便之之言 好 知不知道這一這一段在講什麼 這個要有人講 法華旋意就是這樣 你光看他的文 都不知道從何講起 所以 第一個 你要學法華旋意 基本的斷正未斥 就是要知道 第二 天台式教儀教官崗中要很熟悉 第三 58教全屬總圖 現在就是一項一項 給你填補基礎 然後一個字一個句 給你解釋 讓你知道 為什麼要廢智而不廢智 到底是什麼意思 其實我剛剛有講了一點 就是說 什麼叫做廢 就是不能 一直停留在你現在的境界 所以你要往前進 要往前進的話 你現在的境界就要排開廢除 往前走 所謂天行見君子而自強不喜 就是這個意思 那在佛法教授什麼 精進波羅蜜 那不斷的精進 精進又有分三種 好 這個 三種精進 看看 有一種是 精進 精進 精進有分三種 哪三種呢 他精進是修道的根本 有了 成為士論 舉出有批甲精進 色善精進 利樂精進 三種精進 批甲精進是在修行的時候 遇到各種煩惱 業障 要努力衝破 第二 色善精進 修習善法 它是為了要 以度化眾生為基礎 不不不不不不 為了要度化眾生 所以修行善法 最後才利益眾生 利樂精進 這跟法華懸議裡面 基門十廟 不是一樣嗎 前面四種先修行 佔最大篇幅 後面才度化眾生 所以他有什麼 基門十廟哪十種廟 剛剛我把那個 柯文把它 弄沒了 好請看 前面靜廟治廟 行廟衛廟 是不是 後面 前面四個都是自己度 自己修行 後面六個度化眾生 從 三法廟 感應廟 神通廟 說法廟 眷屬廟 功德利利廟 度化眾生 我的老師 師長會樂長老 他只講到治廟 他就原級了 我是講到衛廟 一直卡關 好吧 好吧 就先說到這 現在快九點半 向下文常賦予來日 下周繼續 請合掌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皆共臣佛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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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